好 看一下句 他说这个情况啊 This applies particularly to chemical industries where change discoveries play a much larger part than they do in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industries 这句话比较重要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逗号之前是句子的主句 这个主语this就指代上一句话中的内容 就很多专利根本就没有 很多一些生产工艺根本就没有取得过专利 被当作机密来保存 是这么一个意思 就指这个事儿 这个事儿怎么样呢 apply to是适用于固定搭配 经常跟这个富士particularly搭配 就尤其适用于这个搭配可以记住 叫apply particularly to 这尤其适用于化工领域 为什么呢 在这个黄颜色的where开始到句末 这当然是一个非现代性的定义重句 但这个定义重句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原因状欲从来翻译 因为在化工领域怎么样呢 这个chains discourage chains当形容词就偶然的 偶然发现怎么样 比他们在物理和机械供应领域 要发挥着更为重大的作用 play apart表示发挥什么作用 后面跟in搭配呢 在某方面发挥作用 对吧 你和where的形式上是定义重句 因为它确实先情词就是chemical industry 这where呢相当于in chemical industry 在化工领域 但你要用这个原因状欲从去就啰嗦了 还得这么说 because in chemical industries chains discourage them home 鞋 就啰嗦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because in chemical industries 那么前面chemical industry 就在上一句话末尾嘛 我们前说过 如果并列句或者状欲从句 它的前面那半句话末尾的那个词或短语 恰好是后半句里面的一个成分 你看刚才because in chemical industries 前面不出现过chemical industry吗 刚才用where就好了嘛 where相当于那个in chemical industries 而且呢 where也引导定义重句 就不用在家别的联词了 特别简洁 这个定义重句相当于壮业重句用法 咱们在第一课就见过 因为那里人们最早学会了写字 咱们还记得吧 对吧 好 然后这个then呢 引导的是比较壮业重句 比什么呢 比他们这个they当然指的这个chain discoveries 偶然发现嘛 这个do呢 就带着前面play a part嘛 比他们在物理和机械工业领域 要发挥着更为重大的作用 就是在化工领域偶然发现更常见 两个钥匙对着一块出现新化物了 这经常发生 但物理学发现一个定律 机械工业做出台复杂机器 靠意外的偶然发现 几乎不可能的 是这么个含义 我们先看一看特别重要的apply to apply to叫适用于某个方面 适用于某人 这么一个 比如说 the rules of safety driving safe driving apply to everyone 就是安全驾驶 这个规章之路规则 适用于每一个人 the rules of safe driving apply to everyone 适用于每一个人 比如说 再比如说 the restriction no longer applies to him because he's over 18 就是这个限制 现在就不太适用于他了 因为他已经18岁以上了 小孩子 这个不许做 他现在是成年人了 apply to是适用于 本文中是 加个 particular 预期特别了 尤其和特别适用于呢 化工领域 chemical industries 为什么呢 因为在化工领域 咱们说了where 相当于because in chemical industry 因为在化工领域 太啰嗦了 用where就好了 偶然发现 chains history 这个chains history 是形容词 但英文人都是chains 发an这声音 美国人都是chains 不要读chains 不是发an 舌根不能动 英式翻译 发a 所以说面音 chains an 是不好读呢 美音中就简单了 把a变成a chains 更好读 here means accidental 偶然的 你想 a chance meeting 或者说 a chance encounter 就邂逅 偶然相遇 就偶遇嘛 邂逅某人 这个偶然的 他的反译词就是故意的 诚心的 有预谋的 有计划的 像他的反译词是deliberate 或者intentional 就故意的 有预谋的 有策划的 诚心的 这么来说 我们把这两个词读一下 deliberate deliberate intentional 好 这是 这个 他的反译词 那chains呢 我们在以前说过 当动词来用 也有表示 偶然发生 这个意思 它的搭配呢 后面可以加动词 不定识 to do 大家还记得吗 chains to do 或者happen to do 在这 chains当动词来用 也有偶然 这个意思 那后面一般加动词 不定识 比如说 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碰巧不在家 he chains to be out when I caught him 或者he happened to be out when I caught him 我给他打电话时 他刚好不在家 这个chains当动词来用 也有类似大意 甚至他当名词来用 在固定搭配里面 也可以表示偶然 你比如说 这个搭配叫 as chance would have it 大家可能觉得眼熟 他跟另外一个 咱们讲过搭配特别像 as luck would have it 一样的叫碰巧 巧了巧合 这是作为固定搭配 一个习语来用 这个里边呢 用as luck would have it 有常见一些 as chance would have it 也可以 就相当于 我们像相当于偶然的 什么by accident by chance accidentally 这一个词 在聚众当状语来用 我们跟老师大声来读一遍 as chance would have it as chance would have it 再读第二个搭配 as luck would have it as luck would have it 就是碰巧了 巧了 你看这个chance 在不同词性 形容词 动词 名词 都有类似的含义 但是固定搭配 把它记住就好了 他说 偶然发现 要比他们在物理和 机极工艺发挥的 更为重大作用 play a much larger part 这就不说了 咱们大家非常熟悉 play什么什么part in 或play什么什么roll in 在某个方面 发挥什么作用 发挥作用 这个roll和part 本来叫角色 扮演什么角色 派生意发挥作用 比他们在什么呢 then they do then后面那个they 主语就是chance discoveries do here means play a part 就代替前面play a part 发挥作用 比什么呢 物理和机械工业 发挥着更为重大的作用 化学能语 偶然发现 确实比较多 咱们看一个 著名的偶然发现 这是个传说轻霉素 就是一个偶然发现 咱们看看 Legend has a net the antibiotic penicillin is a changed discovery by British bacteriologist Sir Alexander Fleming Legend has a net 这四个字放在一块 就是个巨型 大家可以背下来 叫巨传说 但是记住哦 这个has 一定用一般现在是 你以后没有什么事 他不管 但前面一定是 Legend has 不能had 一定has a net 就据传说 这个巨型 在未来28个病人和医生 老师还会讲到 咱们先记住 Legend has a net 四个字放在一块 这个巨型 据传说呢 antibiotic 叫抗充素 penicillin 就轻霉素 刚解放的时候 咱们音译成 盘尼西林 轻霉素 就是一个 Tain discover 偶然发现 是谁呢 英国的 Bacteriologist 细菌学专家 亚来山大夫来明 确实发现的 我们在新科研三册 十四个讲过 在人名字 前面加一个Sir 不能发现成先生了 先生Sir 得单独用啊 因为先生 跟名字 应该用Mr.才对 人名字 前面加Sir 得发现成爵士 这是弗莱明爵士 就是屏幕上这个人 这青霉素的 这个图 那我们说 这个人死了以后 如果真的有灵魂的话 这个人 一定在天堂 想大福报 因为他确实 救了百万人的生命 救人一命 圣赵七都浮屠 这个人救了百万人的生命 福报太大了 这个据说 他发现秦梅素 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这个我们知道 Sir在名字前面 是不能翻译成 这个勋爵的 他不是贵族 贵族的名字前面 我们一般叫Lord LORD LORD 像三册咱们讲过 Lord Byron 拜伦勋爵 名字下面叫Sir 是表示爵士 爵士不是贵族 贵族是国王的亲戚 他是有国王 一定有国王沾亲代故 但爵士是立下功 被国王测封的 你像这个 弗莱明 本来家里就是农民 是种地的 他在他很小的时候 有一次跟他的爸爸 在地里正干农活 这时候在田地中间 过去辆贵族的马车 这马车车夫 久后驾驶 车开得太快了 跑得太快 整个车翻了 里边大小贵族 来个枪空翻 遮出来了 脑袋玩三角口 都咕嘟咕嘟喷血 他的爸爸老弗莱明 就大发善心 把俩人救活了 这会交了好运了 那个小贵族 就是未来的首相 秋季爵士 老贵族就是老秋季 这老秋季被救之后 大发善心说 哎呀 你的小儿子弗莱明 聪明灵灵 我很喜欢 干脆我认他当明灵义子 带回伦敦 吃好的 穿好的 上好学校 这个孩子 未来是真正气 考上最好的医学院 毕业之后 就成了弗莱明博士 后来呢 很有趣 好心好报 小秋季就未来的首相 秋季爵士 他呢 在二十岁入冠之年 得了 当时得了肺炎了 肺炎当初是绝症 没药可治 但就因为呢 弗莱明在当时 又发现了青霉素 把小秋季又救了一次 这是英国跟这个历史上 有名的一个著名的巧合了 这个青霉素 据说就是偶然发现 对吧 他一开始又发现 葡萄球菌的 培养敏的盖子 没有钙盐 意外发现青霉素了 就了百分之声明 确实化形成于 偶然因素常见 物理和机械工业 偶然因素比较少见 你不信咱看看 牛顿确实说的一句话 能证明这一点 你看他怎么说 这是埃斯克尼云廷 英国的物理学家 艾萨赫牛顿 他说这么句话 他说 如果我曾经做出 任何有价值的发现的话 怎么样呢 这更多是由于 耐心的观察 而不是任何其他别的原因 你和牛顿说了 物理领域偶然因素 确实微乎其微 他说我的发现 都是耐心观察吗 并不是由于意外的运气 咱们印证了本文著的观点 这英雄所见略同 本文著说了 物理机械工业偶然因素 比较小 好 下一回继续来看 他说 Sometimes the secrecy goe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he whole nature of the research cannot be mentioned 这个句子 看看语法成分分析就好了 这个白颜色的 依然可以看到 句子主观结构 他说 有时候怎么样呢 这个机密保密啊 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such an extent 什么程度呢 这个lade引导的依然是一个 我们看结果状态从矩 如此以至于会有这么个结果吗 这个带下滑线的黄颜色的 是跟前面那个satch固定搭配 如此以至于 如此这么个程度 以至于怎么样呢 结果状态从矩 整个这个研究的性质 都不能够被提及 不但研究内容不能说 连研究从事的是什么类型研究 都不能说 也研究的性质都不能去提及 就到了这样一个机密的这么一个程度 such跟后面match固定搭配 后面是结果状态从矩 如此以至于 好 后面进一步看 他说 这个句子比较复杂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句子里的成分 这个白颜色的依然可以看到句子主句 他说 很多公司 many firms for instance 这插入于了 比方说了 他说了 have great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technical or scientific books from libraries 就是他们从图书馆呢 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技术方面的 或科技方面的一些书刊呢 都非常困难 这固定搭配 have difficulty in doing something 做某数个困难固定搭配 咱们后面会说 为什么呢 because一直到绝末 是一个长长的超级长的一个原因状态从矩 因为 因为他们 they that refers to many firms 指的是这很多公司了 怎么样呢 他们比l1002是不愿意 他们不愿意呢 让自己的名字被登记 这个enter 是表示借书的时候把名字登记进去 不愿意名字被登记 作为什么呢 作为曾经借出过某某本书 这个take out 在这表示从图书馆借出书 这是固定搭配 take out something 咱刚才讲过take out 还可以表示取得政府正式的文件 取得专利也用它 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讲这个词 作为曾经借出过某个书呢 这个事儿 而把它名字被登记在册 为什么呢 以免或以防呢 就是其他公司那些工业间谍 能够呢 这个发现他们从事的是 未来可能要从事是哪个类型的研究 这个forfear到巨末 是个固定搭配 forfear呢 可以看作一个复合联词 它后面加大典型或不加大典型 直接放置以免或以防 相当于in case 以免以防 可以看作一个目的状语 从事固定搭配 在这个句子里面呢 比较正式的表达里面 一般常见的 我们未动词用should do 这句比较特殊 以免或以防这个从事中 forfear的引导从事中 一般来说 在比较庄严的场合 未动词一般都用should do 以免以防 这个事儿会发生should 加动词在行 本文中也是这样 以免其他那些公司的agent agent就是secret agent 我们圣词中讲过 就是间谍了 在我们在第九课 这个阿尔弗里头布鲁哥斯 这个王室间谍活动 那个书 我们说过 agent就像secret agent 就去工业间谍了 以防那些间谍呢 其他公司间谍 能够呢 trace就find找到嘛 能够找到和发现 他们所从事 这个类型的研究 什么研究呢 他们未来可能要 去从事的entertake 去从事去做 从事的哪个方面研究 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 为什么 他们连接书都不敢接 他们害怕呢 他们登记在桌 借书这个书 别的公司的间谍就会发现 哦 你要从事这个研究啊 他这个都不敢公开 所以借书都会出现困难 在照应了 咱们本文中第一句话说 为什么这些因素 会限制 这个科学研究的 这个发展 好了 咱们看看里面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细节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 这个做模式有困难 have difficulty in doing something in here is dispensable in是可有可无的 可以去掉 做模式有困难 也可以提款成 have trouble doing something or in doing something 做模式好困难呢 这个in都可以去掉 have difficulty have trouble可以提款 或者还有个搭配叫 have a hard time doing something 做模式好困难呢 这个也可以 they had have a hard time 后面一般不加那个in 没办法 语言习惯背下来就好了 比如说 she had a hard time writing the dear john letter 这个女孩子写这封 亲爱的约翰的信 好困难呢 dear john letter 是固定搭配 就是绝交信 女孩给男孩写的绝交信 就是dear john letter 亲爱的约翰这封信 如果男孩给女孩写绝交信呢 就是dear jane letter jane 女孩的常见名 dear john letter 那是给女孩写的 女孩给男孩写的 就是dear john letter 这女孩的写这封绝交信 好困难呢 对吧 你说的太深呢 害怕男孩子上了他的心 给自己破硫酸 写的太浅呢 又怕他看不明白怎么回事 哎呀 措辞好困难呢 have a hard time doing something 可以这么说 这是做模式 非常非常困难 可以这么说 那么模式太困难了 不大可能发生 使我们回忆起了 第八课贸易标准 讲过这么一个大课 be hard pressed to do something 某事太困难了 而不大可能成功 不大可能发生 大家还记得吗 某事太困难了 不大可能完成 不大可能发生 咱们复习一下 在四十七页的第十一行 四十七页的第十一行 大家还记得吗 Although negotiators are optimistic The details are complex enough That they may be hard pressed to get a deal at all 尽管谈骗者非常的这个乐观 但是呢 这些细节实在是太复杂了 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大可能呢 能够达成一个协议 某事太困难了 不大可能发生 be hard pressed to do something 太困难了 这个事不大可能发生 就to do这个事 这个加 at all 就根本不大可能就好了 加强否能预期了 好 本文中说 他们借书都好困难 借什么技术的或科技书刊 从图书馆里借书 为什么呢 Because they're unwilling to have names entered 因为他们不愿意 让它名字登记下来 be unwilling to do 非常简单 就不愿意做模式 不愿意呢 我们在三册讲过一个替换 叫be reluctant to do something 勉强不情愿 这个也行 你看我们看这个 在三册里面 在这个第四十八课里面 出现过这么一句话 Though he was reluctant to do so at first we eventually persuaded him to take us 就这个船夫一开始不愿意呢 用船把我们搭到对岸去 对吧 经过他一开始不愿意这么做 但是呢我们最终还是说服他 用船把我们载到了对岸去 be reluctant to do 不愿意做模式 这两个一般可以替换 也比较通俗 还有一些比较正式的表达 比如说也能指不情愿 不乐意 这就比较庄严一些了 be in disinclined to do something 我们大声读一下中心名词 这个中心形容词 disinclined 他的反语词就是这个inclined inclined是情愿的愿意的 disinclined就不情愿的 不愿意做模式 I was disinclined to talk to him about it 我不想跟他说这个事 不愿意 我不情愿 我不愿意这么做 还可以用be indisposed to do something 中心词也是不乐意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disposed disinclined indisposed 都可以表示不情愿 不愿意 这两个表达比较正式一些 同样的比如说 he seemed someone indisposed to depart 他看起来好像有点不愿意离开 这个someone 比如有一些有一点的 这个前面B动词 换成这系统词seem的 也可以 不情愿的 那反过来如果乐意的愿意的呢 就不能反过来呗 你想 这个be willing to do 可以 be ready to do 或be prepared to do 表示乐意做模式 这个be ready be prepared to do 他未必表示这个 准备好去做 这是乐意做 he is always ready to help others 他总是乐意去帮助别人 这是乐意 还有刚才那两个词 把否定词都去掉 be inclined to do something 乐意 或者be disposed to do something 乐意情愿去做模式 这表示情愿 咱们可以同时 把它总结到一块 因为他们不愿意呢 have their names entered enter 在这儿是登记记录下来 特别是这个做某事 把那名字要记录下来 登记记录 就是让他们名字被登记下来 作为什么呢 作为了 作为 having taken out such a search 曾经借出过某某本书 take out 在这儿是借书的意思 图图书 图书 这是固定短语 take out有两个常见意思 第一个就是 borrow books from a library 从图书馆借书 本文中用的恰如其分 比如说 you can take out six books at a time 你一次呢 可以借出六本书 在图书馆借书 第二个意思呢 咱刚刚讲过 是obtain official document 获得一份政府的 一份文件 或政府的公文 等等等等 获得正式的政府的 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例子 take out an insurance policy 获得一份保险单 或者take out a mortgage 获得一份抵押贷款 mortgage抵押贷款 还有刚才讲的 take out a patent 或者多张 take out a patent 获得一份专利权 都可以 你比如说 they find a house agreate a price and take out a mortgage 他们找了一栋房子 谈妥了价格 并且都获得了 一份抵押贷款 房子买到手了 take out在这儿 是这个获取 正式的 这个政府的一些 document 一些文件等等的 有这个含书 本文中的是借书 还有一个 such and such 这是固定搭配 就发现不确定的某一个东西 某某某 某某本书 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去记住 比如说 某某人 such and such a person 某某某人 我不知道是谁 我不认识 反正有这么一个人 或者such and such a place 在某某地方 某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我具体不知道 反正不确定的 某一个人 某一个东西 都可以用它 反正作为 记住某本书 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案 他不愿意这么来做 以免怎么样 以免其他公司的那些 agent 就是我们说的那些间谍 我们第九课讲了 agent写全了 叫secret agent 就是间谍 类似spy 在这儿就类似industrial spy 工业间谍 以防那些其他公司 工业间谍 能够查出 他们现在 未来打算要从事的 计划要从事的是 哪一个类型的研究 他们不敢去接这个数 for fear 以免或以防 这是一个可以看中 目的壮与从具 for fear that 后面这个that 加也行 不加也行 都可以 它类似我们说 in case that 以免或以防 但记住 在for fear 这个以免以防 这个目的壮与从具中 最正式的 最常见的表达 在未动词 用should do 是比较正式的 庄严的一种表达 而且也是最常见的 咱们看类似 I dare not tell you what he did for fear that he should be angry with me 你看也说 should do 这个结构 我不敢跟你说 他做了什么 以免呢 他跟我发脾气 跟我发火 对吧 我不敢跟你说 以免以防出现某个事 本文中也是这样 以免呢 其他公司间谍 能够trace or find 发现 他们所做的这个类型的研究 什么研究呢 他们未来将可能去从事的 这entake是从事一个庄严的 正式的一个任务 以免其他公司的间谍 能够刺探出 他们计划又从事的 究竟是哪一种研究 这描述了工业中的秘密 这个 比较专业性的一篇文章 里面的很多一些好的剧情 好的表达呢 值得咱们去借鉴 这篇文章难度不是特别高 大家仔细复习 把一些搭配 习语记住就好了 好 这篇文章 几个老师 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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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同学们